好,接下來的主題是 先處理好這些問題,才能夠聖過罪和軟弱 我們第五次講的,講到習慣和忍 如果有時間,我們才會講潛意識 我們都簡單講一講動力 為甚麼有動力去處理生命呢? 為甚麼很多人總是處理不到罪或問題 因為裡面有很多罪、負面思想、負面情緒 很多抑鬱、壓力、潛意識、不好的東西都藏著 我們有甚麼動力,為甚麼有動力去處理生命 去發揮出來,像我那樣,為甚麼我有動力 不理一切就難了,總之我向前去 努力去侍奉神,我的心態就是 到我死之前幾分鐘 如果你們來探望我,仍然我能說話的話 我會跟你說,耶穌祝福你,耶穌就在這裡 我快要去天堂,我很開心,你不用擔心 雖然我們暫時不見面 不過將來我終於會見到你的 那你就開開心心的心,你可以為我歡喜 即是我有這個心,做到我臨到離世 我都不是很淒涼的,而是很平安喜樂 為甚麼有這個動力呢? 四點,我希望大家經常記得 亦都是處理任何問題的動力 第一,就是神充滿愛和大能 祂是充滿愛的,祂滿有能力,凡事都能 第二,神很愛我們,體重我們 第三,當我們愛祂,親近祂,遵從祂,侍奉祂 一定神喜歡和祝福 所以我們越走神的路 神就會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祂一定會祝福我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這個課程中學到為人祈禱 那麼你就多些為人祈禱 不單止在這裡,在外面為人祈禱 還有,如果你有參加另一間教會 你就在那個教會裡面去祝福你的教友 鼓勵祂,堅固祂信心,有機會為祂祷告 神就歡喜,神就賞賜 然後犯罪不聽神話的人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我們看到,神掌管一切,我聽話就一定蒙福 好,我不聽話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我就一定聽話 就不要被負面思想,負面情緒影響 我們人就越來越好,越來越平安 多謝天父 好,接著我們就 我們之前有講過,熟世的價值觀 未依好的傷害 這會影響我們,我們都處理這些 還有,如何被人影響,自卑感,孤單感 好,這次就講到習慣和忍 有些甚麼習慣可能會影響我們呢 就是,可能跟損友交往 跟損友,就會容易跟從他們的犯罪 和說閒話,或者他們的生活方式 有時我們跟一些人相處得多 譬如那些人經常講股票 經常講錢 經常講吃喝玩樂 經常講這些事情 我們的心就會跟隨他們 我們就受了他們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留意 我不是代表我們不跟他們交往 而是我們要留意他們的影響 譬如有些人很憤怒 很猛狀的 他們的憤怒都會影響我們 有時我們見到很多人的憤怒 我們都會容易憤怒 或者那些人經常都會批評人 所以一個不好的習慣就是 當我們跟從世人的方式 或者看電影 因為電影裡很多時候都會表達 那些人怎樣跟從世界 怎樣要聰明的人 有錢的人 要怎樣成功的人 都是世界影響 所以為什麼長期看這些電影 就會受影響 我亦發覺在香港有一個情況 其實我相信不是香港 全世界都有的 就是政治的對立造成很大的憎恨 我很深刻 有一個經歷 就是剛剛這個星期發生的 就是有一個人 他有一種看法 他傳了一些訊息給我 我跟他說的時候 我只是說出 我不想收到這些訊息 我簡單地解釋為什麼 接著他有很大的反應 很大的憤怒 不可以停止的憤怒 他卻不太知道 我說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現在很… 即是說話很大聲 他說他不太覺得 我只是說這件事 我只是說 因為這個社會的氛圍 有時我們不知不覺 有一種對立的情況 就會對於政治不同看法的人 就會有憤怒 可能我們會說 那個國家有問題 其實我也會這樣說 其實所有國家都有問題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沒有問題的 你的心中 你說認為有些國家的問題多些 其他問題少些 這個你的分辨沒有問題 即是你有客觀的分辨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不要將這個憤怒帶入你的生命 以及帶入跟這些人相處 這個重點就是這樣 你知道他有問題 你知道將來可能會有大戰 有些事情發生 我們知道 但是變成一種仇恨敵對 所以就不好了 尤其在教會裡面 因為在教會裡面 基督徒都有兩種對立的政治情況 而他一聽到對方的人 有些人聽到對方人的看法 立即就很強烈的反應 就會造成教會的分裂 雖然我們可能有我們的看法 但是我們不要將這個 放進我們的行為和思想裡面 這個也是一種習慣 其實也挺深的 這個社會 我們發覺有些人的那種 政治的思想應和情緒 都挺強的 這個也是一種 成為一種罪的習慣 另外就是 習慣傷害人 很容易說話粗暴 粗暴對人 利用人 背後說閒話 沒有信用 即是很容易會說一些傷害人的說話 這個也是 就算在教會裡面都有 就算有些基督徒都會很容易說 哎呀那個人很壞 真的很難撐他 哎呀 看到他就煩了 這個就是他裡面有很多 因為別人不好 所以他裡面有一種仇恨 我自己想說 我們分辨不同的事實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應該用客觀的方法分辨 就不要用一個主觀 就是不要只聽到一邊就說 我有這種憤怒 而是我們客觀知道 知道就好了 停留在知道 這個呢 不過很多人很難做得到 停留在知道 不要進入情緒 我們的感情就是 他說神啊我想救多些人 我不要生氣對方的人 教會更加不需要再對立 即是如果教會對立的時候 哇 即是有若干教會 站在任何一邊的 都有走一大班人 因為他說我和教會的政治 是對立的 那麼我們 在這裡我不會去宣揚任何一邊的 我只是說 我們保持在神裡面有愛心 不去給這些政治的影響 而呢 亦都不說攻擊他們的說話 只是說 我們盡量去愛心保守 大家合而為一的關係 好了 接著下一點 就是輕看和不願意 跟從聖經的吩咐 有些人的習慣就是 唉 都做不到的 哇 即是要原諒他 搖恕他 不可能的 怎麼可能 祝福他 哇 這個人這麼差 我怎麼可以祝福他 這些造成一種憤怒 求主幫我們順復聖經的吩咐 然後呢 反覆思想 負面的事情 即是說這些是可以習慣的 大家想一想 你平日反覆想些甚麼呢 你平日反覆是否有些人不好呢 世界的不好 世界不好 我們知道就不用反覆思想 我們知道 知道我們就反覆思想神的恩典了 我鼓勵大家 無論你做甚麼事都習慣在想著耶穌 我這個禮拜有一個新的 即是留意到更加多的經歷 就是怎樣呢 一個更多的經歷 就是我從心底處去愛神 還有呢 好像怎樣呢 是好像向神發出 我周時都有說這件事 但我呢 那個圖像是怎樣呢 向神 耶穌啊 多謝你 向神 是 好像一個靈湧去祂那裡 那這件事 其實你聽我說過的 但我這個禮拜 我刻意做多很多 那我發覺呢 我一做的時候 馬上有喜樂和愛 多謝耶穌 去著耶穌那裡 那我甚至呢 我在做其他事 我都在做 那我都鼓勵大家一心二用 整天都 感謝神 讚美神 那你就會喜樂 有能力了 但有很多人呢 就不是的 在整天想起 哎呀那些人真是壞了 我真的生氣他 我真的 這個世界真的不好 這個世界真的很多不公平 那這個反覆思想呢 其實這些習慣 到底我們是否習慣 想著神呢 一路的靈 飛去神那裡 我真的發覺 我這個禮拜 恆常 多做了 我以前 就多些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我現在是怎樣 那個靈 好像飛去神那裡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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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靈 和神的相通 是加強了的 那我就會更多更多去做 甚至我現在說的信息 都可以這樣 在想著耶穌站在那裡 一直向著祂 去多謝耶穌 這種反覆思想是好的 但如果你反覆思想的問題 就不是好的 好了 下面就是聚的習慣 就是聚的娛樂 沉迷在一些不良好的 或者色情的電影 沉迷追求異性 沉迷戀愛 因為這些就會影響整個人 在他心中 整天都是想著 戀愛 如何得到儀性去愛他 這樣的時候 他會很大的失望 其實這個世界上 第一 如果基督徒戀愛 一定是跟基督徒 千萬不要跟非基督徒 因為非基督徒 根本他裡面生命很多問題 跟他一起相處 戀愛 根本是有很多 給他罪的影響 很多不好的影響 所以我們就說 耶穌說 幫我活在神的愛中 是相信神的恩典 不只是追求戀愛 如果神是為你預備的 那你就感謝神領受 但如果不是的話 又不用去勉強的 也留意一下 我們平日 日常的習慣是甚麼呢 我們就去求主幫我們 去改過這些習慣 是有些好的習慣 聖經也說到 針言23章29節 這個裡面是說到喝酒的 它是誰有禍患 誰有憂愁 誰有爭鬥 誰有哀嘆 誰無故受傷 誰眼目紅色 就是那流年飲酒 常去尋找調和酒的人 這裏就說到哪些人很煩惱 還有還有一句很特別的 第二行 尾那裏 無故受傷 因為喝酒喝得多 無故受傷 眼睛經常紅了 這個不只是喝酒 因為人沉迷於世上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問題出現 就會身體受影響 譬如人們睡覺不好 或者跟人相處不好 很多憤怒 身體容易有毛病 身體各樣的毛病都出現 看到他精神又不好 整個人都不好 以這裏就說到酒 但其實不同的東西都可以影響 我們都為這個世界祈禱 因為現在發明的毒品 越來越厲害 有一種叫Fantanyl F-A-N-T-A-N-Y-L F-A-N-T-A-N-Y-L 那種毒的力量比較 可卡因是強了五十倍 那些人用它 那些人差不多不可能脫掉 還有實死 所以很多年輕的子女 在這個世界上被殺死 也有些國家 是故意製造這種毒品出來 要來賣、要來賺錢 造成很多年輕人生命很大的破壞 這些都是一些很強烈的癮 所以我們自己千萬不要 讓任何人引入我們喝酒 或者任何的癮去影響 以致被這些東西困鎖 我們不用這些癮 就是用什麼呢? 就是跟從神的方式 好好地教養孩子 好好地教養自己 針言二十二章六節說 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路 就是到老他又不偏離 因為小朋友小時候 他單純思想 單純思想 當你教導他的時候 他就入了心 他就一輩子都不離開 我相信我們中間 都會有些人 從小到大 有好的教養 譬如有時候有父母好的教養 在教會有好的教養 你便發覺那些教導 入了你的心 我自己來說 我信主已經十九歲 但在當時十九歲的時候 我所經歷神的改變 和當時記得聖經的說話 都藏在我心中 是很深密的印象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一方面 教導小朋友 也都教導自己 讓我們自己 時時活在一種正確的方法 用神的方法 活在平安喜樂 不受人影響 而是祝福人 時時滿有神的力量 滿有神的恩典 時時心靈是滿足 和神有直接的關係 我都鼓勵大家 時時學習 靈勇去神那裡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因為你經常這樣做 你自然這個世界上的 你就沒有這麼去注目了 也都念多些金句 即是說 將聖經的說話藏在心裡 這個好的習慣 就會以後都影響我們的生命 以後我們的生命 就不再被影響 譬如我自己 有些習慣是甚麼呢 當人一說不好的時候 我是不想參與的 當人一說 哪個人是壞 哪個人是壞 我就不會說 他真的壞 裡面已經有一種習慣 我不喜歡去說 我不想去說 我就求主賜給我智慧 怎樣去回應這個人 有時我們都需要去回應這個人的感受 他的感受 他受傷 他不開心 我們可以回應他感受 但我們不需要加強那樣的憤怒 去加強那樣東西 我是有這個習慣的 我也不喜歡說 有些人的不好 我不會提名去說 我只是說出那種行為 我們要怎樣去面對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醒察我們的內心 我們有甚麼習慣 日常的習慣 譬如有些人的習慣 不是早睡早起的 習慣是看電影 看得很晚 或者是時間失控 浪費時間 是很難改變的 我們就說神幫助我們 處理我們的生命 不要浪費時間 我自己 我感謝神 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已經習慣了 譬如 我這段時間 我想要來讀書 或者做到甚麼 我相信耶穌之後 我就想要來寫東西 或者幫助人 當我覺得做一些事沒有意義 我就覺得浪費時間 譬如出外 我會去逛 我就會珍惜生命 我就不會覺得浪費時間 但以前我也有這個感覺 我以前試過看一部電影 看到最後才覺得 這部電影真的沒有意思 真的很浪費時間 現在我也沒有看電影的習慣 但我真的發覺有很多電影 很多人不斷沉迷下去 他不知不覺浪費了時間 因為我覺得我的時間是非常寶貴的 所以希望大家養成好的習慣 照顧自己的身體 叫自己身體健康的 使用時間是準確的 我太太一樣提醒我也挺好的 因為他時間計算得很準 他會駕駛回家 他會知道我現在來到這裡 還有多少分鐘 有時他會看GPS 但有時他會知道 他改功課 他知道每一篇文 他會改多少分鐘 他會計算 然後我之後用多少時間 他也提醒我 例如我出外 有時我預算的時間很頻密 所以結果是遲了 他就提醒我 你下一次可否遇鬆一點 那我就遇鬆一點 那就真的不會遲到了 這些都是一些好的習慣 我求主幫助我們 去處理我們生命 有好的習慣 譬如有時有些人 喜歡頂撞你的 那你的習慣是甚麼呢 又罵他 和他發脾氣 或者你不發脾氣 哎 哎 很猛 都是一種習慣 那些是一種習慣 那些是逼著拋氣 走開了 不過一直逼著拋氣 那我自己留意到這件事 我一發覺自己逼著拋氣 我立刻會放鬆它 我就不會逼著拋氣 我就會放鬆自己 我會留在平安喜樂之中 讓我的習慣是平安喜樂 善用我的時間 時時祝福人 我的習慣永遠是祝福人 不是批判人 是就算我見到這個社會 那麼多的問題 我都 雖然我知道很多 但我不是存了一個憤怒的心 我仍然是充滿憐憫的心 希望將恩典帶給更多人 我希望大家都是有這種心態 建立這個好的習慣 事近關係我們不會進入下一個主題 我們就看看那些討論問題 經文說到喝酒的人會有什麼後果 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裡喝酒帶來什麼後果 這些後果跟有什麼習慣類似 例如類似什麼 人們經常不睡覺 有些類似的眼睛就變紅了 或者整天發脾氣 有什麼類似的呢 就會讓人瘋瘋瘋瘋瘋瘋瘋 總有一些病徵的 有些事情顯露出來 當人習慣一些不好的習慣的時候 他就會有顯露出來 那你有沒有發覺 別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內心思想 內心思想的習慣是什麼呢 有有沒有留意自己 我的思想的習慣是怎樣 這個習慣怎樣影響我的內心 態度和行為 你會不會習慣很煩 很激氣 發脾氣 大家也可以討論一下 不說政治立場 即是說 我聽到一些政治不合理的時候 我的情緒是怎樣 都可以大家討論一下 就不是討論對方的政見 只是討論 我聽到這些政見的時候 我的情緒是怎樣 我怎樣處理這個情緒 第三 我們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習慣去頂撞他 辯駁 說反話或者有情緒的表現 會不會有些不好的反應呢 第四 我們對手機和看影片 或者其他習慣 有沒有影響我們的生命 和生命的發揮呢 會不會有些習慣 有些人總是 我們經常都要看著影片 看著一些訊息 不斷地看訊息 這些會不會影響我們的生命呢 第五 我們怎樣可以具體性 過一些不好的習慣 所以大家反思一下 我們有些什麼習慣 影響著我們 我們求主幫助 我們一起祈禱 一起站起來 祈禱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祢 感謝祢 因為祢很愛我們 自從我們信耶穌得救之後 你都開始在我們生命中 建立很多好的習慣 不過同時我們都留意 我們可能有些不好的習慣 是以往所造成的 亦都沒有留意到 有時可能我們被人影響 或者被情緒影響 被我們的習慣影響 或者怎樣習慣使用時間 習慣怎樣處理事情 習慣怎樣回應人 都有很多的問題 求主幫助我們處理問題 處理這些習慣 幫助我們建立好的習慣 就是每天都會看聖經 去思想神的話語 去讚美神 去親近神 與神有親近的時間 亦都時時刻刻去愛耶穌 時時從心靈發出對神的愛 求主幫助我們建立好的習慣 取代壞的習慣 如果我們以往是被人影響 容易發脾氣的 求主幫助我們用好的習慣去取代 如果我們以往是有不好的習慣 破壞我們生命的 求主幫助我們建立好的關係 建立我們的生命 如果我們以往有習慣 與神沒有建立好的關係 求主幫助我們 天天都建立與神好的關係 亦都時時想怎樣去祝福人 發揮我們的生命 求主祝福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在生命中 建立一些好的習慣 讓我們以後的生命 更加榮耀神 更加發出神的光輝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多謝天父 阿門 太危險 深夜 阿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